M.C.Gin What's up everyone 我是你們的M.C.Gin aka MCGin 歡迎收看最後的城市 這個系列將會帶你們遊走在夜生活之中 我喜歡熱鬧 但我也喜歡一個人喝酒 因為當你獨自坐在霸台的時候 你會感受到更多有關Bartender的人化 OK 我們現在人在東區 然後我們在Dry Flynn 那Dry Flynn就是 今年它沒有獲得亞洲的50大酒吧之一 然後是由Angus所創立的 那這邊的形態比較不一樣 我們就進去看一下 好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Dry Flynn 然後他們做的方式是Cocktail on tap 他們一樓做on tap的方式 就是他們沒有實際上的調酒師 他們的調酒就是調配好 然後放到後面的 算桶內嘛 是 算放到桶內 只是他們的做法會比較特殊 因為你要如何讓這些酒 保存在最好的模式 這也是一個很大的難題 我先點一杯齁 我先Superfit 好 謝謝 Superfit是一款以勤酒為基底 帶有氣泡感 富有草本調性 我們裡面有加了史羅糖漿跟萊姆汁 然後很適合夏天喝的一杯飲品 通常是我來的第一杯 它是Superfit 就是 大概兩口可以喝完 厲害了 我的格 因為我每次 舅舅城市已經半年沒拍了 然後每次最痛苦的就是 上酒 但我還不能喝 要先讓班尼拍完 拍到剛剛冰塊都圍龍了 我口很渴完沒喝到 但對我來講還是 總歸這邊的酒覺得非常好入 我自己有一個對於這間店的想像 但不一定是美的 我吃完晚餐 再去到下一間店 或是下一個目的這個總結 我會想要來這裡 先pre-drink個兩三杯 因為這邊很輕鬆 就是 進來喝完酒就出去 隨便 你要怎麼樣都可以 很自在的一個地方 下面它有一些新的酒 然後我們可以試試看 那我想先點 亞洲五十冰茶 亞洲五十冰茶是以Long Island為發想 把可樂跟Pakilla換掉 加了一點清茶跟桂花 去增添它比較清爽的香氣 喝起來的話也不會太有負擔 這邊他說是長寶冰茶的變化碼 但是因為這邊的一樓 就是為了讓大家很自在很輕鬆喝 其實它的酒感都算... 就算是偏重的酒感 對於一般的卡車爸來說 都還算輕 就是不管怎麼樣都很好入口 很適合在夏天很熱的時候 當飲料這樣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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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看過Angus在做一個訪談的時候 他裡面有特別講到說 他覺得這邊的人 他不稱為Bartender 在一樓的地位 他稱為Drive Lander 是因為他們少了去做調酒的這個時間 所以他們更注重在服務跟顧客的回應 以及各項知識的東西 特別跟大家講上面有一個ABV 就是說酒精濃度 黑猩猩越多就代表越濃 謝謝 然後我要下一杯Afternoon Punch 我剛剛全部黏在一起 Afternoon Tea Punch 是10號 真的很便宜 你看我們這樣喝三杯 兩百 兩百 三百 三杯才七百塊 很輕鬆的 那你十分鐘就喝完 Afternoon Tea Punch 是以請酒為基底 加了深色萊姆酒 那我們也有另外添加了國具茶糖香 是我們店內最多人點的一個品項 還是很舒服 你看它的Afternoon Tea Punch ABV是四顆星 也是兩百塊 所以這邊喝酒真的好爽 我覺得它很適合年輕人一個聚會的地方 也很適合像我們這種社會人士 一個晚上是要去好多家店的時候 像我們之前走的套路是這樣 我們去附近我們很喜歡有日本料理店吃完 然後在我們去下一間吧中間的時候 因為大家是很保險 然後站著一下 走路一下 輕鬆一下 我們就會散步過來 從國務健康館散步過來 一小段路 然後來這邊喝幾杯 然後大家聊個天以後 再往下一個地方走 一直走一直走 那我覺得這裡是我目前列為第一名苦陣的地方 你以為今天只有這樣子嗎 其實DraftLand我要拍很久 然後我覺得最近剛好跟Angus敲的時間超級剛好 因為DraftLand其實有二樓 而且最近才要開啟 還有另外一個小小的驚喜 等一下再跟大家說 所以我們準備前往他的二樓 Let's go 嗨 嗨 我們現在來到二樓 這邊叫做Testing Room 然後其實是 在我們拍攝的時候還沒有正式的公開跟大家說 以及 這一位大家應該就眼熟了 在我Walkline主持的一次最後出現 就這麼剛好 就這麼剛好 我跟安哥敲拍攝是在六月初 有沒有 在五月中的時候 就這麼剛好 在這段過程 聖達剛好是今年Walkclass的冠軍 晚上麻煩你囉 沒問題 沒問題 好 剛剛我們上來以後 隔了半小時 因為他們飯間來了一大批的客人 我也不好意思打完人家做酒 所以我們在旁邊喝了一下 吃了一下東西 他們現在的班底 其實我在其他地方都認識了 然後各個外場跟內場都是很強的 那我們Tony剛好介紹到 以及Testing Room這個名字的由來就是 一樓是DriveLand 二樓是Testing Room 讓你想一下 二樓的就是要負責 在先期測試一樓的酒品 然後才慢慢研發成好保存 所以二樓這邊 他們會有一些實驗性質的東西 但是因為聖達作證 所以當然味道是不會有問題 以及二樓他們的另外一個做法 所以我覺得Angus很聰明的地方 他二樓會做有點週期式的活動 可能說這兩個月 跟某一個東南亞料理的大廚配合 然後就會由聖達他們研發一些酒 搭配這個餐 然後在這兩個月的期間 你知道二樓用餐就會這個體驗 他會在每個期間有不一樣的作品出來 太厲害了 然後那是Mandy 他死都不要入鏡 他死都不要入鏡 好 我決定我要繼續Fizz 我要Morning Glory Fizz Morning Glory Fizz 對對對 先來一杯 Morning Glory Fizz 它是一杯從18世紀非常流行的回魂酒 它帶有酸甜的灰式劑的風味 然後帶有清新的草本 及茴香的香氣 非常適合當作一天的第一杯調酒 好 Morning Glory Fizz 這杯其實跟他們這一季的酒單沒什麼關聯 只是我單純剛剛等了一下可有可 再來Fizz 而且我們還點了這一季的零食 唐漬香料培根堅果 很爽耶 第一杯子會滿足我個人的私慾 我們加兩杯 就會請Mandy或聖達推薦一下 這一季他們特別的兩杯要試的調酒 好 下一杯我剛剛已經偷偷問聖達 我就問他說 這一季有什麼他推薦 他說 South Island Fizz South Island Fizz 它是用檸檬葉的勤酒 然後馬代茶 東南亞的山竹 它是入些許的氣泡 然後清爽的酸甜 熱帶水果的香氣 非常適合在夏天當作第一杯一條酒 我們今天Fizz類喝爆 喔 很東南亞的感覺 蠻東南亞的感覺 很清爽 也很舒服 我今天一整個晚上都在喝很舒服的酒 你知道嗎 但我覺得前面衝太快了 現在又在衝第二波的時候 酒意 微微的有上來的感覺 而且在我們拍攝是當天 到公開這支影片中間的過程中 應該就是他們算正式有開 所以很多人去Drived Land上來上廁所 都在疑問說 這裡到底可不可以點酒 至少我確定在我們影片正式公開的那一天 如果你有上來的話 是已經可以在這裡點酒了 所以真的兩三口就把它這樣炸炸喝完 下一杯 他們推薦是Lady Calada 麻煩了 Lady Calada 它是我們這一季的主打雞尾酒 改編至經典的Pinac Calada 野奶的元素 換成東南亞的香蘭葉 它帶有清新的香草 奶油以及芋頭的香氣 用它來取代鮮奶油 喝起來更加的清爽 Lady Calada 味道比較甜一點點 然後也是蠻香醇 就他們這一季的Modern TV就是 都市的熱帶風 我覺得中文應該可以這樣解釋 所以這邊 我們點了兩杯他們的 好像是覺得有椰子樹阿 然後海阿沙灘的感覺 東南亞的香蕉 東南亞的香蕉 安哥都已經到了喔 來 老闆 老闆 Angus Stone 表示我們一零年Walkside冠軍 我覺得其實 一樓的Drivelet很難的是在 如何讓酒可以 不施平衡又保存住 讓大家可以用快速的動出 而且他們最近看到香港中環 兩週有其他人做過嗎 其實 Swap cocktail不是我們唯一在做的 我知道 像我們這邊有Guts 做全部Swap cocktail 就只有我們 其他人還是多少還是有 還是 都是線條 線條 對對對 做一個酒吧 全部是Drop 就只有我們 可是 我覺得一樓那樣 對我來講很輕鬆 嗯 進出很快很方便 沒錯 就是生活化這件事情 是要不要太多目的地區 對 非常簡單 剛剛他們都以為 我們拍片是拍獎 酒都不喝完 沒有 我們拍片 每次都喝酒 有多少酒就喝多少酒 絕不浪費 這是尊重島酒的時侯 最後一杯 我們就請聖達出 他今年World Class 第一名的調酒 Misummer Ultra 是以台灣的夏季為主題 去發想的雞尾酒 那我用冷凍濃縮的方式 分段的萃取西瓜的風味 然後再做蟲煮 加入桂花通靈水 然後最後會加入一點台灣的四蟲 呼應我們的G9天氣No.10 它最主要的柑橘還有草本風味 西瓜味 果然跟Tony介紹一樣 它滿滿的西瓜味 但是非常的清爽 今天喝了第七杯了 G9一滿上 讚啦 西瓜味 哇 他們今天聲音 超級好 樓上也變得很好 所以 當你看到這支影片不要綠色 上來二樓也是可以做的很棒 那 DRIVE LATE他們最終還是希望 讓大家身體像 一個非常自在的地方 可以來做一個 那我們準備要 用例行的方式收尾 來來來來來來 夏安哥 你這是什麼冰塊啊 蛤 我不要喝你 我不要喝你 你弄得夏 我做給你嗎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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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次來被安哥弄爆了 好 都有了嗎 還有拍照 好 好 不好意思到今天那個 Tessie Room還有Jarvin和大家 這是我們 最後一杯夏 準備收尾了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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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y Flank跟Testing Room對我來說 很像一座公園 離家很近的公園 回家的時候會經過 累的時候想要經過 喝酒喝起來非常的舒服 自在 輕鬆 而且我很喜歡 喝了七杯加一個Shot 我非常的醉 謝謝 謝謝